我們開始講 林俊憲突然好心地提醒國民黨 被騙一次不夠 那有沒有再被騙第二次 還敢跟民眾黨密室協商 這可以看起來 他能夠代表民進黨嗎 那民進黨現在 真的對民眾黨完全不信任嗎 事實上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民進黨的支持者 現在在台灣仇恨值最高 最痛恨的政治人物叫做柯文哲 不是侯友宜 不是朱立倫 不是韓國瑜 是叫柯文哲 所以民進黨跟民眾黨沒有合作空間 空間可能有 以後再說 不愧在這一次的 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因為民進黨的其他的委員 幾乎都已經做好 在立法院裡面 政府院長應該是國民黨當走了 每個人準備開始戰鬥 就是這樣子 他們已經做好這樣的一個準備 你說只有游錫坤還在想像 游錫坤因為 我講坦白的游錫坤 因為他的功能性 因為他年紀大了 75歲了 所以功能性最主要當然就是做院長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那麼民進黨你現在如果跟柯文哲合作的話 你的付出的代價會有多大 我問你柯文哲會莫名其妙 像上次一樣 五席全部都直接投給你游錫坤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上次你民進黨一黨過半 我講得賤白的 上次民眾黨的五席投不投都一樣 結果都一樣 所以不如做個人情五席投給你游錫坤 那現在不一樣 三黨不過半 那三黨不過半 會玩的人 會玩全數全魔的人 如果今天是落在司馬儀 還是諸葛亮的手上 八席等於八十席 他會把你玩到無以復加 你們要發現一朝好奇關鍵八席 被這個黃國昌跟柯文哲玩爛了嗎 因為很簡單 你今天叫一個 那麼如果你今天叫一個 那個黨員人 那個相關的立法委員的人數 是你不知道多少倍的一個大黨 來給我面試 來打考卷 一開始黃國昌來丟出四個難題 然後要打考卷 兩個黨都不理他 然後現在呢 現在為什麼國民黨的韓國瑜 那麼說那我就去拜訪 去拜訪 我跟你講韓國瑜聰明 韓國瑜這樣一去了以後呢 逼得尤錫坤來不得不表態 尤錫坤不表態 光光拍天啊 你這根本就院長 連選舉都不用選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尤錫坤說 29號民進黨提名以後 他願意去拜訪 但是他是用 現任的立法院院長 跟準立法院院長的候選人的身份 去等於說參觀 然後去這個等於說 跟大家拜託一下 打個招呼嘛 他不是去打你的考卷了嘛 他如果去打他考卷的話 民進黨這些人怎麼會答應 怎麼會同意啊 所以到現在為止看不出來 你看不懂你柯文哲到底要什麼 柯文哲如果聰明的話 要一到兩席的招委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八個委員會各兩席招委嘛 對不對 可問題是這個招委太重要 這個招委比立法院的政府院長還重要 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兩個人不好意思啊 兩個人雖然是位高全尊 還有人講說 有專用的司機 有很大的辦公室 有什麼可以費用還可以送禮 那都是空的那都是假的 真的有能力 有財力的人 有能力的立法委員 根本不需要那些東西啦 那問題就來了 那麼立法委員的政府院長 必須要單獨獨立於政黨以外 你現在民進黨都已經比人家少了 只有51席了 你還要靠掉兩席去 對不對 好那是面子之爭嘛 那現在來了 如果如果招委 柯文哲拿招委來 做利益的交換 那講我們還可以理解 為什麼 因為招委可以拍案嘛 你知道嗎 根據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各個政黨怕政黨壟斷 某個特定的委員會 所以根據議事規則就是 你必須各政黨平均分配 不好意思 你民眾黨就是8席 8席8個所謂的委員會 你就只有一席 一個一個 你連排案的資格都沒有 我跟你講喔 藍綠如果合作的話 他就完蛋了 他8席等於零啊 他所有排案都沒有辦法排 法律案要15席連署 然後一般案要10席 他只有8席啊 你連用你黨團的民意8席弄上來 我藍綠如果不跟你簽對不對 不跟你合作的話 你連排上去的資格都沒有 你 我問你啦 現在 現在你一席招委都可能拿不到 你全部都拿不到的結果 你有一席又怎麼樣 那陳昭哲去提這個相關的一些法案 黃國昌去提什麼法案 黃國昌提的法案哪一個過啊 沒有 沒有一個三讀通過 對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戰鬥 所以呢事實上 在所有的那個立法院裡面呢 每一次的表決或每一次的法案 那麼到底會不會國民黨啊 全部都跟是站在對立面 一票都不支持 不會不會逼啊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請問一下 你的民眾黨的8席 區區8席 如何發揮關鍵少數 8席也不過比上次5席多3席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民進黨這一次 誰說民進黨非得跟你合作不可 好所以 現在民進黨現在的態度是 直接跟民眾黨割袍斷意 楚河漢界畫清楚界限了 我們先講齁 林俊憲他跟賴清德總統當選的關係 非常密切 好不好 所以看起來 他2026年是不是就會選台南市長 這個我們可以關注 但因為他們的關係密切 所以他講話有份量 那有份量也不能代表說 這個就是賴清德 要他直接寫 不然賴清德可以自己寫吧 他是黨主席 賴清德絕對可以寫 為什麼 賴清德不要搞錯了 賴清德現在不是總統當選人而已 他是民進黨現在的黨主席 黨主席 各黨的黨主席 不然現在柯文哲幹嘛去立法院 黨主席當然就是要跟我的黨團立委 所以賴清德完全可以告訴民進黨的立委 我們這一局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怎麼樣 可是他沒講 所以林俊憲講 大家就會把他投資說是不是賴清德的意思 那是不是我們後續再確認 可是我簡單跟大家講 林俊憲講的這句話 這一段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意思 他認為民進黨 現在看起來是絕對不會跟民眾黨換 跟你沒什麼好換的啦 所以呢 國民黨看起來好像有想換 他貼的是韓國瑜的那個回應嘛 對不對 他說國民黨可能有想換 但拜託你已經被騙過了 不要再被騙第二次了 你再被騙第二次以後 第三次你也不會被騙了 但是他無法阻止國民黨被騙 他認為跟民眾黨合作就是被騙 但是他呼籲國民黨不要被騙 這是其一 但第二呢 就是民進黨不可信 民眾黨不可信 所以呢 我們不要跟民眾黨談任何事情 然後第三個就是 只要藍綠都堅持在這一場當中 不跟民眾黨交換 他的解讀很清楚啊 為什麼柯文哲今天出來喊話 春六天而已啊 春六天現在又不看你東西啊 沒人參與 對不對 曹操說我的糧子只剩下一天以後 我直接講說還有十天 結果呢 後來一天到了以後沒有怎麼辦 殺掉糧關嘛 是他騙我 是他把他殺掉 見你人頭一用 所以呢 今天柯文哲很急的 他不是說這個怎麼電話接到接不完 林俊仙現在在跟國民黨喊話 八席的民眾黨 他是八十期還是柯建民講的沒用的八席 就是我們藍綠的態度 只要藍綠堅持不跟他換 剛剛瑞德哥已經講的跟我看法一樣的 招偉更重要 那只要藍綠 現在民進黨已經擺出態度了嘛 院長我也不跟你換啦 柯建民講說起義來歸 你要願意投 尤其是歡迎 不投 你到底是我不怕你 我們沒有當院長 我都沒差 因為我們還是有實在的五十一席 第二個 招偉變太 八個委員會你只有各一席 你不會有任何招偉 一定就是藍綠各一席 那民進黨不跟你合作了 除非國民黨被騙了以後 拿其中幾個委員會的招偉去跟你換 那之後國民黨的影響力就會降低 我們民進黨不幹這個事情 所以他在呼籲國民黨 我們藍綠都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結果是什麼 不要理他 就這八席真的就變成柯建民講的 沒用的八席 你第一次的那個投炮財 你就沒有拿到投財 你第一次就發現說 同胞蛋 對 講了半天以後 你最後沒有任何影響 他真的像韓國瑜一直講的空氣槍 對 那你之後再來的 包含了任何 你之後的包含NCC的這些委員 還有這個考簽的人士 還有之後行政院長提過來的 法案跟預算 你民眾黨大家就不理你了 你想投誰都投誰沒關係 那可是我把這樣的民眾黨 變換話我要去跟國民黨 對我有好處嗎 現在是這樣 現在是林俊憲跟民進黨的立委 應該有意識到 游汐坤可能無法當選立法院長 但是民進黨的那個戰鬥的那個姿態 改變得非常快 已經執政這麼多年了 都穿皮的 你叫我皮裡面沒肉腳嗎 在這脫腳皮的 所以我踢這腳也才跟你打 所以民進黨說 我們在立法院完全承受得起 立法院長 游汐坤沒有當選這個結果 我們一樣是戰鬥團隊 所以我不會跟這個民眾黨合作 但國民黨如果跟他合作的話 那你想想看上次合作的經驗是什麼 你會被他吸血 你會被他弱化 你要被他弱化是令到的事情 我們民進黨絕對不退 那既然民進黨不退的時候 國民黨就會回頭想 既然民進黨沒有要跟他換 我們沙茶跟他換幹嘛 國民黨裡面也會有另外一個聲音 想說那我們乾脆就跟他拼到底 賭他投資起 因為藍綠都不給他面子 那只要他投資起 韓國瑜第二輪就會贏了 所以我們幹嘛跟他談 所以就會變成是最後 因為剛剛那個董廠是認為說 兩個民進黨候選人不會去 我覺得會啦 但是就是行禮如宜 沒有再怎麼交換的 尤其在我上網節目講得很清楚了 我沒有辦法去承諾 黃國昌任何事情 因為我當院長 我就是主持議事 我沒有政見 我如果有政見的話 那我就是選市長選總統 那不一樣的 那同樣的黃國昌不是說 他不要當立法院的院長 跟副院長 為什麼 他要提取 對 因為院長副院長沒有提案權嘛 那你自己都知道院長 院長沒有提案權 你為什麼要叫別人提出政見 來去兌現呢 所以你這樣狀況之下 看起來只要林卓任呼籲有效 國民黨也縮回去 也在等待民眾黨主動來 兩邊都等待民眾黨主動來 民眾黨就沒有辦法呼風喚雨 沒有辦法成為這一局的關鍵少數 他就變成只是少數 並不關鍵 董事長我看懂了 我把這個東西跟你之前講說 如果賴清德未來的對象 真的要去對付 這個所謂的民眾黨 對付副院者手 幹嘛 聯合制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而且我一定要把你分化 而且我要把你集中 我要把你孤立 如果說民眾黨 真的是民進黨要打擊的目標 我第一個要做什麼 孤立他 現在這個問題是 到底認為你用韓國瑜 或是說這個江啟成 他們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籌碼 有沒有條件 來跟民眾黨交換 沒有 當然沒有嘛 立法委員大家都要當招委 誰信你啊 院長 副院長選選就算了吧 這個林靖倩太多一出來 看起來表面上是為了 這個院長跟副院長選舉 對 其實是更長遠的 是什麼 還是我講那個問題嘛 這就是賴清德跟柯文哲的 長期鬥爭的第一槍嘛 他今天就擔心你綁在一起以後 難處理 不好處理嘛 到時候我把你柯文哲送法院 到時候把你搜索 把你搜壓 到時候你國瑜黨有什麼態度 麻煩嘛 所以他現在就擺出一副 就是他知道後面賴科的鬥爭 死結嘛 不會鬥的嘛 把這一點看透以後 但柯文哲就變成一個 待宰的羔羊而已啊 國民黨為什麼跟他扯幹什麼呢 他把你起訴完之後 你這個黨的形象毀掉 民眾黨是脆弱不堪 就一個人而已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被貼上一個貪腐標籤 這個整個黨就瓦解了 以後就不存在了 下一屆的賴清德的選舉 就穩坐掉魚台 因為國民黨拿不到聯金票嘛 這麼簡單的結構問題 他怎麼可能會在這個局裡面 讓民進黨 讓國民黨 調到民眾黨的這個陷阱裡面去呢 所以今天這個就是 春江水卵壓先知 對 現在是這個樣子嗎 林俊賢這個說對一件事 說錯一件事啊 他說對的事就是說 未來藍綠之間 其實有合作的可能 而未來也不需要跟民眾黨合作 我們兩個自己喬就能夠把他邊緣化 但他說錯一件事是什麼 被騙的人喔 不是國民黨 被騙的人是柯建民 各位你都忘了對不對 1月18號那時候 韓國瑜丟出什麼 韓江沛嘛 那時候柯建民在1月21號的時候 跟著殺境說 好那我們兩大黨來共同把他夾殺 他沒有料到的是 後來韓國瑜會去再拋出來說 四大訴求我也接受 然後包括現在還說我真的要去拜會 這真正重點在哪裡 是柯建民誤以為說 藍綠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要共同邊緣化民眾黨 這才是他真正被騙的道理 但國民黨沒有想要 完全邊緣民眾黨 國民黨第一時間感覺有啊 那時候說我們同進同出 要就來不要就殺啊 所以你說這個是唐皇谷才黃雀在後 對嘛 所以他講被騙 真正被騙的其實是 柯建民這個點 但好 這時候你回過頭來有個重點 民進黨他們今天發表這個聲明有玄機喔 民進黨聲明說 我們尊重未來1月29號之後 這個所做出來的候選人決定 其實在做什麼 切割 就是你候選人要去你自己去 但不代表本黨立場 不代表本黨立場 所以你仔細看喔 蔡碧如講的一段話很有意思 他說民進黨如果說 我們等著看他是民主進步 還是民主退步 因為他在1月29號之後很有可能不會來跟跟誰談 不會來跟跟民眾黨談嘛 所以代表民進黨現在內部根本產生分歧 尤希昆一個人沒有辦法代表說整個民進黨意志 因為民進黨現在很清楚一件事情 我們跟民眾黨在先前這個波折之後 尤其是柯建民決定之後 沒有辦法再跟民眾黨有任何談判 甚至任何合作的空間可能 但你以為國民黨就因此這樣 會如同林俊仙講的 成為說藍白河2.0 然後被他吸血被他榨乾嗎 當然不是 因為藍白河還有另外一種合作方法 叫做什麼 盧秀燕跟蔡碧如模式 所以韓國瑜現在很顯而易見的 我只是把門開著 而未來法案的意識如何去合作 還是我國民黨說了算